这是我们的故事 属于我们花下而已的神秘传说 刚晨西洒向东方 古老的文明便在花侠大地上 熠熠生辉 熠熠 让我们踏上这穿越千年的神秘旅程 欢迎陈峰的记忆 重温古老的山川海洋 和神奇物中的无穷魅力 从巍峨的高山到深邃的汗阳 寻梦神舟 神话不朽 山海无尽 聆听上古传说的回响 见证华夏文明的 史诗辉煌 这山海经中记载 纽阳之山怪水出烟 而东流 驻于现役之水 在这南山的怪水之中 就生活着一种奇特的生物 玄龟 瞧 这便是玄龟 远远看去 它身形似规 却又有着独特的组合 有着鸟的脑袋 与蛇的尾巴 在水中游动的姿态十分矫健 凭借着独特的身形 在这灌水之中 自有自在地穿梭 而且它的声音也很是特别 就如同伐木的声音 在这山间回荡 让人听了意向深刻 神龟不仅外星奇特 还有着神奇的功效 据说 佩戴它的龟壳 可以防止耳朵生病 还能使人不生足解 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灵物 下期 我们将继续探索 纽阳山中的另一物种 鹿树 上一期 我们一同探寻了纽阳山中 那神秘莫测的奇兽 玄龟 它独特的模样 与神奇的能力 想必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今天 请大家紧跟我的镜头 我们将继续穿梭于 这古老的山林之间 去揭开另一种神秘生物的面纱 它便是 鹿树 瞧 那在西边草地 悠然自得的身影 正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鹿树 它的外形独特非凡 在这片山林之中 犹如一颗 璀璨的明珠 格外引人注目 白手如雪 身形四马 却又有着与众不同的色彩与斑纹 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杰作 然而 最令人惊叹的 当属他那如火焰般鲜艳夺目的红色尾巴 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摇曳 为他整体的形象 为他整体的形象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 听 他的叫声宛如歌谣 清脆动听 在这山林间回荡 充满了神秘的韵味 相传 陆树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 若是有人能够拥有他 他的家族便会子孙满堂 繁荣昌盛 下一期 我们将前往岛国山 去寻找传说中能治疗症疮的神奇物种 胡椒 昨天 我们共同探寻了银水深处神秘的胡椒 今日 我们将踏入岛国山的茂密的山林 去寻觅传说中太上老君的坐骑 四 瞧 西边那只低头银水 独角闪烁着寒光 身形却是水牛一般强壮的骑兽 正是四 咱们最好与他保持距离 这家伙生性极为警觉 周围的一丝动静 他都能察觉 更为可怕的是 他力大无穷 能够在山林中自如穿行 所到之处 万物皆退必三射 他的独角不仅是他的象征 更是他威力无穷的武器 拥有惠天灭地的力量 四的小声 仿佛能穿越时空震撼着这片古老的大地 明天我们将继续深入山林 去探寻一种长着人脸的奇异之鸟 屈如 嘿 傻鸟 前天的农天也就是昨天 我们刚在银水深处 木耳的神秘的火焦 嗯 我们来看他的表哥 表哥也死了 算了 其实这只傻鸟 嗯 不对 是群如 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别看他长得人面瘦心 你说什么 哈哈 是鸟心 以前我们一直介意自己长的丑 原来和他比起来 我的丑不知一 出来干条 好吧 说正事 群如的人面 不仅是他与众不同的标志 更是赋予了他人类般的情感和智慧 他不但善于模仿人的语言和行为 甚至可以变化成人形 来欺骗平日前的明马 帅哥一块儿玩了 啊 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和灵活的灰 在这片水域中寻找着下一位信任 除了长得丑 群如的叫声也很独特 仿佛在呼喊着自己的名字 这独特的声音在山林间呼噹 为这片神秘的森林增添了几分 令人毛骨悚然的韵味 明天 我们将离开岛阔山 去往昭耀山 去探寻马洛的大表哥 星星